紓困措施总计大约让1330万国人受费 也让超过11万家的厂商免于倒闭 超过90万名员工免于失业 政府也在7月15号发行振兴三倍券 各个商圈、夜市、传统市场、平均人潮及云类额 都增加了近两成 政府希望持续的雇产业、撑散三所就业 全球5万万人确诊人数迄今已经破了3100万人 死亡已经接近100万人 相较之下台湾确诊是509人 死亡7人超过160天没有本土的确诊个案 各国为了挽救受疫情冲击的经济跟失业的问题 美国追加预算就高达新台币30兆 日本的追加预算8.8兆 而欧盟更超过60兆元 在黄油面也必须持续的妥事付出 房子的经费有383亿元 纾困振兴的经费1717亿元 再次恳请会员各位委员 早日通过BEN最佳预算案 守护国人健康 继续冲继续拼 国家继续向前进